臣玄夜谨记列位先祖在天之里 自康熙十八年以来 准戈尔大汗 戈尔丹 荼毒蒙古各部蒙 侵扰内地 道行逆施 亦在反清称霸 臣玄夜一忍再忍 一让再让 而戈尔丹是一犯再犯 一阵大患 应蒙古各部蒙的成情 也为我大清的江山设计的繁荣昌盛 朕决定替天行道 御驾亲征 并昭告逆手戈尔丹之响 朕将亲率天兵二十万 大平全盟 今次 大汗 好看吗 好看 阿米达 过来 来 来 张嘴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记住啊 你是蒙古人的儿子 你是吃烤肉喝羊奶长大的 对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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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 戏上戏什么 哦 抗戏药亲整整个儿 啊 啊 阿米达 嗯 这个帽子是谁送你的 我外公 可是现在你外公要杀死你傅寒 怎么办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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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来 你来 你来 我来 随朕息争 协力军务 遵旨 其一文武 各守其职 各路大军按期出发 不得有误 遵旨 京城里头 人己人 事禅事 列位陈公在京城待得太久了 难免有些是是非非 恩恩怨怨 朕命你们 任何是是非非 恩恩怨怨 不得带到战场上去 将士们要同心同德 决胜千里 遵旨 皇上 请皇上准我追军西征 我要轻斩戈尔丹 为父报仇 宝日龙梅 朕此次西征 是替天行道 不是给您家报私仇 皇上 我为了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五年了 那你就再等几个月吧 请旨 宝日龙梅 从即日起 不准出京城一部 为令者斩 皇上 出发 驾 驾 李光帝 罪臣叩见皇上 李光帝 朕要带着你去西征 谢皇上 知道朕为什么要带着你吗 皇上希望罪臣将功折罪 立功 你手无腹肌之力何以立功啊 告诉你 朕是怕你在牢里待久了 看不到朕的凯旋归来 你就暴病身亡了 皇恩浩荡 这臣感激万分 你口称皇恩浩荡 其实你在心里头不知道怎么恨朕 臣有怨却无恨 未必吧 没有恨 你不恨明珠 你不恨索徒 你不恨朝廷里的官官相护 你不恨那紫禁城的金碧辉煌 臣最大的罪过就是糊涂 糊涂 朕告诉你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 该糊涂的时候你不糊涂 不该糊涂的时候一塌糊涂 经死一劫 醉臣知罪了 糊涂人也知道糊涂了 未必啊 禀皇阿玛三军起志待命即发 好 将士们 这条古大 五百年前 铁木真从这打入的北京 使大宋王朝剩下了半壁江山 当年的金戈铁马千古回响不绝啊 这些刀痕剑石上 欠满了王朝恨事啊 朕今日率大军反其道而行之 由东向西横扫末北 如今 这条古道将驻朕定定天下 陈相 陈相 出什么事了 太子说了 今日朝会这些臣子都迟到了 罚他们贵班 哎呀 臣子们贵班 陈相您何必在此降尊于贵呢 哎呀 快起来起来起来 我是当时大臣 我陪着贵 陈相请起 我这列位大人 快快起来 我去求太子御触 苏祥大人 你别去了 皇上牺牲 太子掌巢 既然比皇上更威风 没打我们烧杯棒就不错了 太子奉旨建国 凡事不免更加谨慎小心 我们做臣子的 应该多体谅他才是吗 是啊 我们正跪在这儿 细细地体谅着呢 列位公务繁忙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起来 太子让臣子跪 你要臣子起 所向既不是擅自改了太子狱吗 好 那你们就这么跪着吧 我去请太子狱 所向 您比我们到的更晚 您是不是也该和我等同甘共苦 一并罚故意 呀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子爷 这青天白日的 你还是理政吧 有劳有义嘛 有你在跟前 我哪儿能专心理政呢 太子爷 今是太子 明儿就是皇上 你想不想做皇妃啊 你真是纯情万种 太子爷呢 他正在李政呢 李政 是 谁啊 老臣所徒 拜见太子爷 稍等啊 左相 所向啊 所向什么事啊 皇上离开京城 太子爷真是天上人间了 皇上在的时候 我好像天天被黄金链锁着 现在好不容易放松一下啊 再说这红玉也是你送我的啊 太子爷 十几位二品以上的大臣跪在前清宫外跪着多时了 太子爷您忘了吗 没忘 这些家伙平时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这个储君行同虚设 这回 得教他们好好学点规矩 皇上西政 您是储君 就应该趁此时广为是恩 把几个大臣调理好 以备将来所用啊 您可倒好 带着机会邪嫌报复起来了 恩典是要的 但威望更不可少 我只是恩威并用 你仔细瞧瞧 那些家伙都是明珠的党徒 未必吧 太子爷 您仔细的瞧瞧 那些跪着的大臣都是忠于皇上的 您不能因为他们不屈服于您 就说他们是明珠的党徒 好了 好了 你叫他们回去吧 还是太子亲自前去 好言宽慰一番 也罢 我去 所向 你难道是为了这事来的 老臣前来 请太子爷示下 明珠贪污挪用 制合银两 和收受将您制造贿赂两岸 臣 你查出些眉目了 好 现在朝廷上我说了算 上书房你说了算 咱们正好刨他个底朝天 是啊 可是 几个臣公胆小怕事 不敢检举 老臣想请太子安喻他们 奖励那几个检举的臣公 这样 壮起蛋而劫起心 他们就会情愿的 站到太子爷这边来了 开名单来吧 我要好好的奖赏他们 这 可是 外边那些臣公呢 我这就去宽慰他们 好 臣相 你是先皇老臣 朝廷栋梁 你在乾清宫外这么一跪 我心里十分不安 臣仅奉太子欲 当与众臣子一道领法 跪在那儿的臣子 口中必有些怨言吧 禀太子 口中没有 心中只怕有啊 请赐教 臣不敢言教 臣全全之心 只望太子提察 只管说 太子为国之储君 又侍奉皇上习征 太子临朝监国 实际上 已是代姓天子为夷 知道就好 今日储君便是明日皇上 而当臣子的 有时为了自己未来的荣华富贵 便是今日储君如皇上 或战战兢兢和阿谀奉承 左右为难如履薄冰 这些既非臣子之礼 也非储君之道 臣相 那战战兢兢 阿谀奉承之人 是不是指所向啊 那左右为难如履薄冰之人 是不是指你自己啊 你啊 总喜欢绕着圈说话 太子圣明 老臣确实有难言之隐 好 那就说说你的难言之隐吧 太子者 在众臣面前是君 在皇上面前仍是臣 做太子的最难的事 便是集君臣两道于一身 老臣盼盼太子能对众臣一视同仁 只中咸鱼不计亲书 臣相免礼藏针呢 一人领教了 多谢了 下去吧 这儿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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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瞎了 这点活都不会干 要砸死老大 随臣有罪 你还以为你是个大臣呢 你现在是爷的奴才 是 在下是独裁 是集君的独裁 福治东 快 扶好了 别来轮垂 叫叫 叫什么叫 快扶好 快点 快 别闭眼 扔开眼 光帝停旨 皇上有旨 找罪臣李光帝 以证 才以听证 罪臣切恩 去吧 站着 李光帝 你这一身污泥成何剃头 还去换身衣服 无可替换 最缠是乘球车来的 只有这身衣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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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路军副将印式禀报 6月8日 福院大将军福全军 敌土力河 截断格尔丹南下之师 印式奉命出战 击溃格尔丹 右翼精锐 尖敌千余 格尔丹部将阿拉木 近气自重 败退乌兰木通 禀皇上 我左右路大军举首战告捷 现已连营八十余里 稳若泰山 随说是首战告捷 但是格尔丹的主力并未受损 他一直挥避与朕决战 肯定是另有企图啊 西藏的达赖喇嘛有什么举动啊 禀皇上 据嘉域关总兵报 达赖喇嘛两个月前 曾资助格尔丹两百坨食物 并未出兵相助 俄罗斯国呢 据抓获的俘虏称 俄国沙皇已屯兵三万 与蒙古北境 暂位南下 这个沙皇俄国 他们是在观望 他们最盼望 大清麻烦不断 最不希望 大清强大 如果朕胜了 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朕败了 格尔丹胜了 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浑水摸鱼啊 来 所以啊 这一仗 朕必须打败格尔丹 这样 这些左邻右舍们 才能够安分收集 传直 左右路大军交替前进 合计五蓝木通 你走 李公帝 顺手 李公帝 在 你在那儿做什么 醉臣在加固营帐 你在想什么 醉臣在追溃自身的轻薄 你什么时候轻薄了 醉臣在围观时 轻高自傲 竟然以为黑便是黑 白便是白 全然不懂圣君之道 便花万千运用一心 醉臣在为劳一时 既不能使锤 也不会服装 平生所学非待无用 反而图取其辱 光帝啊 你心中有恶气 便妄言黑白 孤明钓鱼 光帝啊 朕觉得 这世上 你只瞧得起两个人 一个是你自己 另一个大概是朕吧 皇上一言穿心呢 在朕看来 你围观一般 围学嘛 也 也一般 坐起牢狱来倒是最出色的 来 坐 坐下 谢皇上 你看这手也肿了 脚也烂了 算是苦透了 苦透了 其实是件好事啊 你看 石榴熟了要开花 麦子熟了要开莲 你李光帝要真是手透了 就应该明白 做什么事情 首先做的是人 皇上所言 令臣心痛如各 痛则痛啊 不痛则不痛啊 是 朕 皇上 朕有些累了 想 疼一疼 皇上 皇上御驾亲征 千万要保重啊 和敌人打仗不累 就是和自己臣子们累死了 皇上 皇上 您是不是病了 没事 我看风寒没关系 皇上 您昨日高热不退 今儿浑身发冷 这病事不像是偶染风寒啊 那是寒热症吧 大英典好多士兵都染了这个病了 不要说出去 千万不要说我真病了 这样赢了 这病相君弃 皇上 最臣密招隋君太医来请卖 李光帝 叫人把您的脚料取掉 不用了 最臣已经习惯了 除掉吧 即日起 戴罪复职仍是伤了 王叔冯大臣 随君 施驾 王叔冯大臣 施驾 王弟啊 还不快谢恩呢 谢皇上 谢君爷 小的刚才多有冒犯 请李大人赐罪啊 不不不 我是真心谢你啊 皇上说过 我李光帝什么都不能干 我李光帝 唯有父劳意 付得好 李光帝 名相 谢明相恩赏 岂敢 这是皇上御用之物 皇上有纸 彼光帝与朕身材差不多 捡起一件衣裳让他换上 彼光帝 你知道吗 皇上穿的贴身衣服 只赏过阿哥们 从没赏过臣子 谢皇上 皇帝啊老臣想问你句话 名相请问 在下定当食言禀报 你真的对老臣那么恨之入骨吗 曾经是 而现在在下对名相又敬又畏 敬畏交集 为何啊 人臣之道 全谋之术 名相当世无双啊 那你我将来就 在下当师从名相 从头开始 一点一滴地学 先惜全谋之术 再入人臣之道 老臣不管你是真话还是假话 老臣都全当真话听了 谢明相宽容 皇帝啊 快去向皇上谢恩吧 喳 禀皇阿玛 隔壇一席大营 朕听见故号了 儿臣请命 率军出军 施展戈尔丹首旗 这是戈尔丹在刺探军情 传令各大营 暗兵不动 千里好再说 是 你看 借过不能关系 太快了 那都得不愿意 我愿意 然后呢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寒热重症你有把握吗 在下也不敢肯定 没什么东西 快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如果真是寒热重症的话 那就在京城也难保万全哪 大营这儿缺衣少药的就 就怎么样 奴才万不敢预料 难道 难道会有不测啊 奴才 明相 赶快传密京城吧 请所向火速派良衣良药来 起来 你立刻把皇上的病状详细写明 交信使报送太医院 让医症诉诉案皇上病症备药 奴才这就去办 皇帝啊 好你诉你听记记着 在听记上千万不能写寒热重症 以免朝廷有人妄加猜测乱中添乱 明相 所言极是 所向 皇上哪儿出事了 说 皇上怎么了 莫为大营急报 皇上偶然风寒 明相令太医院素派良衣良药 哦 哦 皇上鬼啊 乃最高疾命 挺记上 当然不能命说了 当然不能命说了 呃 那你个去看这个病状 是何病啊 皇上并非偶然风寒 乃是寒惹重症啊 寒惹重症啊 寒惹重症 皇上的病状在此 所向请看 走 啊 啊 果然凶险啊 此病既是在京城 也是凶多吉少啊 在莫为大营 恐怕就更够呛啊 哦 那你实话实说 那你实话实说 皇上有没有可能 龙欲归天哪 此病无弊之良药 权杖皇上龙体支撑着 但愿天一极异乡啊 哦 太 你 什么人呢 我 臣所图拜见太子 这么晚了又有什么事啊 莫为大营十万活急 太子啊 皇上在火线上顶风暴雪大战戈尔丹 你却在这儿醉入花丛薄餐秀色 omics �国众 李愿 帝儿 你看 皇上图患寒热重症 医病不起 命中他疫情不保 他图谋不果 这寒热病有这么严重吗 太子 与太医说这个病十分凶险 即使在京城也难保不测 说不定现在皇上已经 荣誉归天了 是吧 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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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太子 千万不要大争 万万不传出去 我马上赶到莫贝大营去 太子 你是储君 皇上并没有下旨传你 你怎么能擅自离开京城 我可不能在这儿干着急 万一皇阿玛不测 明珠和大阿哥们收获雄兵 会不会借到皇阿玛一言 交之参政 太子所虑甚是 老臣也担着这个心 我们可怎么办 老臣以为太子要坐镇京城 万一皇上康复 太子也临位不乱 监国有功 万一天有不测 以太子之尊提前登记 揭续皇统 登记 对 君临天下 昭氏四海 是啊 我做皇太子 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 没想到今日 如果明珠与大阿哥有非分之想 即刻宣布他们为乱党 伤之自行八出 另外 我们应该严密控制京城守卫和惊喜大赢 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 那 嘘 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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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睡得死死的 太子真是九五之尊 君临天下 太子爷做了皇上 我们做奴才 总算熬出头来了 是 皇上能赞个奴才一个主子做是吧 是 臣妾一切准备妥当 好 请老祖宗遗旨 好啊 荣妃啊 你到了漠北啊 要好好的观召皇上 你告诉他 京城啊 太平这儿呢 你啊 还告诉他 就说太子啊 他呀 勤奋礼政 大臣们呢 按部就位 阿哥们呢 各办各的这个差事 百姓们呢 百业升平 大会儿啊 都盼着他凯旋而归呢 是 他要是问起我这个老太婆 你告诉他 我还是老样子 我天天呢 拾到拾到这些花儿 结结闷儿 有时候啊 我也看看书 散散步 跟他说我吉祥这儿呢 是 哎呀 这些年呢 我一直啊 都想回到漠北 可是我这把老骨头 回不去了 拜托你了 你替我回去 走走看看 千万别忘了 好好的观召皇上 谢老祖宗 臣妾不在的时候 请您多保重 哎 我会保重 我别的不会 就会保重 我 我且死不了呢 哎呀 孩子 你也该上路了啊 昨天晚上 我给您赶坐了一件披风 早早晚晚的天海 你要穿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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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真好 老祖宗 顶多保重 臣妾走了 哎呦 老祖宗 我送送你啊 孩子 臣妾走了 去吧 哎呦 你出来吧 哎 接着说 老祖宗 为什么不让我去侍候皇上啊 我是说让你接着说 是 臣妾 臣妾还听说 太子府里喜气洋洋的 奴才们都在赶制皇冠龙袍 说什么 说什么 主子要当皇上了 还有 宫里面 传言四起 说是皇上 龙翼归天了 大臣们都人心慌慌的 正怕发生变乱 乱游先生 乱了 心乱了 什么就都乱了 哎呀 祸事了 宫里都传遍了 说皇上病危 是啊 怪不得太子府里乱出一团呢 哎呀 太子和所将王的两天没露面了 是啊 还有呢 昨夜佟州大营有添加了三间票击军啊 是吗 是啊 哎呀 你过来 你赶紧星夜赶封莫贝大营 将朝廷的事件面包给明相 快 正是 奉太子役 众臣早朝 了 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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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役了 说 在 着 谢谢太后 太后 平身吧 谢谢太后 太后 都是老熟人了 好久都没见面了 我看你们个个气色蛮好的 老子宗奇想 老在后宫待着 不免待你了 今儿我趁着有点风吹草动 我就出来溜达溜达 想起来有年头没进这千秦宫了 还是我这根老拐杖 把我带到这来的 也好啊 顺便呢 我也瞅瞅你们这些老熟人 你们呢 也瞧瞧我这个老太仆 身子骨还成吧 老祖宗硬朗 不瞒你们说呀 我呀 自个儿都觉得硬朗这儿呢 老祖宗硬朗 臣等都盼着老祖宗吉祥都爱听老祖宗说话 大家共请老祖宗此下有意志吧 不 说闲话呀 我倒是会说 可是啊 说正事啊 还得靠你们大伙 我啊 这样吧 我看呐印人你来说说 喳 末北大营指道 皇上龙体康健 太平吉祥 则众臣宫悟念 哦 送额图 你也说说 喳 太医院医政刘子虚 肆意捏造 皇上患寒热重症 祸乱朝廷 着际 宋王秦部 斩监后 今后 凡妄家议论皇上患病者 杀无赦 即日起 京城全城戒严 各位臣宫各按其职 不得待悟 舍 大汗 我求你退兵吧 为什么 我 我害怕 害怕什么 我父皇和我丈夫之间 只有一人获胜 如果丈夫胜了 我害怕父皇死去 如果父皇胜了 我害怕我丈夫死去 无论谁胜谁败 是我和康熙的命运 自从我继承汗卫之后 与康熙的生死大战就不可避免 我经许可疑的生死最后 感谢观看